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四章的这个第二小节的这个课 叫新的追求与尝试 我们上节课讲到了法国印象主义时期的这个艺术 那么我们在最后上节课的那个PPT里面呢 给大家看了两张这样的这个图片 我们当时说呢,左边的这个图片这张作品呢是繁高的 右边这个呢是高跟的 就是从印象派之后呢 他们呢就开始出来了 那么他们是繁高跟这个高跟呢 他们是在印象派出来之后 再出来的这个艺术家,艺术大家 那么我们给他统征什么呢 叫后印象主义 这就是后印象主义 那么他们呢就是属于是后印象主义时期的这个艺术家 那么什么是这个后印象呢 其实后印象呢 他主要指的就是法国这个美术史上就是继承了印象派之后的这个美术的这个现象 他也称之为印象派之后或者后期印象派 但是在这些后期的印象派当中呢 这些画家呢 他们将这个绘画的这种形体和色彩呢 就是发挥到了极致 几乎就没有考虑画什么内容啊 或者画什么题材 在这方面没有很多太多的考虑 更多是用主观的去感受去输到这种客观的一些现象 像比如我们看后印象主义 我们看这边的右边的这三件作品 这三件作品其实他更多很多时候呢 他都是在主观的进行的一个表达 比如我们看高庚赛上的这件作品 我们看他的把这些人物呢 里面的一些形体包括一些结构呢 他也都会变就是在他需要的时候呢 他会进行一些变化 还有在高庚的话里面呢 他也是根据自己的主观的一些抉择 主观的一些想象 我们看里边这种草地的这种绿色 他也是进行了主观的一些处理的 像樊高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吧 他很多更多更多的 其实都是还是用主观那种感受呢 去进行画画的 然后这是对这个 我们对这个后印象主义的一个定义 那么我们来看 后印象主义的这个艺术特征 他们都有哪一些呢 首先呢就是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呢 他们不再是去描绘真实的光跟色 什么叫不再去描绘真实的光跟色呢 我们看右边的 左边的这几个几件作品 我们看在这里面呢 其实更多的我们能找到的 其实很多还都是就是主观想象出来的 或主观创造出来的一些色彩 或者说把它变得更为夸张的一些色彩 我们拿樊高的自画像来举个例子 我们看在他的这件作品里面 他穿的是一个绿色的衣服 但是呢我们看他的胡子 他就有红色 用红色去画了他的这个胡子 然后我们看就这个 那我们看看胡子真有红色的吗 没有对吧 胡子要么是黑色 要么是这种金黄色 就是黄色是这样的 就是长在我们人脸上的 那么樊高就他就用主观的这种处理的手法呢 把这个胡子的颜色呢 就画成了这种红色 这种褶褶褶的这种红色 还有我们看在赛上的这件作品里面 他把这个手臂我们看 画了这么长 其实按正常的人物的手臂来说 这个如果他站起来的话 他手臂已经到达了膝盖 那么他这个手臂就属于是一种超长的 就是已经不正常了 那他呢为了在这样的一件作品当中 使得这个画面变得和谐 稳定稳固 那么他就刻意的把这个手臂呢进行加强 那么这就是他们会主观去处理的一些地方 比如说 那么他们就会不再满足于这种 就像印象派那样 就是非常还是非常老实的去画这种光跟色 像我们上节课讲的莫奈也好 马奈也行 还有这个德加也是一样 他们都还是在遵循的 就说是自然界当中的光跟色彩 然后呢 只不过就把它给他夸张的给他表现了出来 那么在这个时期呢 他们就开始去着重的讲这样一个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情感 那么这是在艺术形式上 那我们来看他这个时期的主要的代表人物呢 一个是晒丧 樊高 还有高跟 我讲的主要讲 我们主要讲这三个主要代表人物啊 因为在他们这个时期呢 这三个的成就呢 是取得非常大的 那么他们主要的成就都有哪一些呢 我们接下来呢 就开始一一的分析每个艺术家 他们的作品 还有他们的一些艺术形式 我们首先来看晒丧 赛丧这个人呢 他是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法国的啊 一个著名的画家 他是就是也是后印象派的一个主将 他呢 他的就是艺术成就非常的高 或者说人们给他冠名的成就呢 非常的高 而且我们看啊 他被称为新艺术之父 现代艺术的先驱 西方 现代绘画 称他为现代艺术之父 也称造型之父 或现代绘画之父 什么叫之父呢 就是说是 他是第一个人 也就是说 后面的所有的一些现代绘画呢 可以说很多都是从他这里来的 所以呢 人们就给他追溯他为 什么什么之父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就是这样的 赛丧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么赛丧呢 在他的一生当中呢 他画的题材呢 非常的多 但主要还都是 他设计的都主要是 包括这三类 一个是近物 还有个呢 是人物 人物像或者头像 还有个就是风景 但是呢 他画这些东西呢 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点 就是在他的这些作品里面呢 他为了会 为了去研究画面里面的 某一些结构构成 会不限的再重复画一张作品 比如说他画的这个风景 就是这个风景 他画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风景 同样的一个角度 同样的一个风景 但是呢 他就是为了去研究这个 画里面的结构 还有对画面里面的一些内容 就进行不同的一些作品的进行困画 那么包括他对近物的研究 还有人物的刻画也是一样的 在赛丧的这个人物的作品当中呢 很多是以他的夫人进行一个模特 进行刻画的 但是他的夫人呢 有一个共同的点 就是所有的他画的他夫人呢 就从来没有笑着的 都是这种板的脸 或者说冷的脸的这样的一个表情 的一个作品 就在他笔下去出现 当然这样的一个作品呢 其实是跟 晒上他的经历啊 还有他的人呢 就是他 他的绘画的这种形式 包括他的跟他更主要 还是跟他的经历有关系吧 然后呢 他就用这样的那种方式呢 去进行一种表达 然后我们来看 这呢 是他早期比较出名的一件作品 叫艺术家的父亲 然后呢 这件作品非常的大 就是宽幅呢 就是两米多高 然后一米多宽 是这样的一个肖像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肖像 在这件作品里面呢 晒上刻画的是一位位高权重 然后性格非常认真的一个父亲 艺术家的一个父亲 这样的一个角色 然后呢 但是就是他把这个父亲的这种 威严的这种状态啊 就给他画在了这里面 就是说透过这件作品呢 我们可以感受到 就是作者呢 在挑战这个家庭的这种权威的这种心态 因为当时赛上他想画画 他想去学艺术 想去走艺术这条路子 但是呢 他父亲呢 就要求他去干其他的事情 因为他家里面出身条件呢 也比较好 他父亲呢 就想他接他的班 或者说他去做一些更挣钱的一些事 那么赛上呢 开始的时候呢 他驱从了 但是他后来 他慢慢就是在去外面结识了一些朋友之后呢 他就开始回来 开始反抗他的父亲 他说他自己一定要画画 也就是这样 他画了这样的一件作品 然后呢 我们看在这件作品当中呢 虽然他的父亲的形象呢 就是说 在赛上的心目中呢 是非常的威严的 但是呢 在这个作品里面呢 赛上是通过一些物件呢 把整个这个画面变得比较和谐 温和起来了 把这个整个人物 这个父亲的这种形象呢 变得更温和了一些 他主要还是通过 就是后面他自己画的一个 进入的一些作品 还有包括他父亲的神情 这认真阅读的报纸 这样的一个神情 不过他父亲呢 他之前他父亲阅读的报纸呢 不是自由派的报纸 那么在这里面呢 赛上呢 就给他换成了这个自由派的这个报纸 然后呢 就把他正在读报的这个温柔的这个 这个神情 比较温和的这个神情呢 给他刻画出来 我们从这件作品当中呢 就是不难去看出赛上再比较年轻 这是他非常早期的作品 非常年轻的时候 他对这种形体 还有这种画面结构的掌握 是非常的到位的 而且是非常的挥发自主的 就是他能自己能把握得住 这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刻画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然后我们来看 后来呢 他又画了非常多的一个题材呢 叫御者 这个御者呢 他又画了非常多的一个系列 那但是在这个系列当中呢 他比他的艺术家的父亲 这一类的作品来说呢 他更为的激进 首先一个就是在他的作品里面 在这些御者的作品里面呢 他并没有再更写实的去刻画一个人物 而是更多呢 是把他当成一竹竹的一些形象呢 去进行一个刻画 而且更多是进行主观处理过的 我们看他的手臂呢 都画得非常的长 还有包括整个人物的这种形体呢 其实他端起来的这些人呢 我们看就像这个 还有这个 他如果说是站起来呢 他其实是 并不像是我们一个非常正确的人 特别是这个 我们就能看得非常的明显 他有一些位置 其实他还是 看到就非常别扭了 他就用这样的一种手法呢 去进行描绘 但是呢 他描绘的呢 他这个御者呢 其实描绘的更多还是 就是神话的一种故事 描绘的是一些神话故事 比如说 他们出去在哪些神仙啊 在河边洗澡啊 或者在哪里郊游啊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么 赛上呢 在这个 他的这些御者 这些系列的作品里面呢 他就把这样的一个神话 这种神话的故事呢 就给他重新进行了组织 然后从空间上和这些物件 就是这些人物身上呢 就进行了重新的编排 最后出现了这样的一个 御者的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那么 他在后来呢 就开始去画这样一些镜物画 他这个镜物画呢 其实他是已经到了后期 就是晚期 他自己要做一些研究的时候 去进行刻画的 虽然他一开始学画的时候呢 也是从镜物开始入手的 可以说中间呢 也算是断了一段时间 然后到后来 到后面 后期晚期的时候呢 他就开始去研究他的这个 回到这个镜物上面来说 然后呢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 他要用一个苹果 让整个巴黎呢 就大吃一惊 他指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要用这个苹果 这种镜物呢 去进行一个创作 去进行研究 他所要研究的东西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的来看一下 他到底要想在这些镜物里面 就是这些苹果里面 去研究什么 让人们大吃一惊呢 我们来看 这是他比较出名的一件作品呢 就是镜物里面 叫有苹果的镜物 然后呢 这也是其中就是说 非常重要的一件作品 然后在这件作品里面 我们看 他是日常的餐桌上面 放在的几块两块布 然后呢 非常日常的一个状态 有水果 有这个罐子 盆 有装水果的盆 还有杯子 等等这些东西 然后他把这种非常日常的 这些东西呢 就是呈现的各种状态呢 就把它给分离出来 然后呢 他呢 把它这种每个的物体的状态呢 画得非常的到位 然后呢 就要把这种分离 就是每个物体分离的这种状态呢 给他表现出来 表现出来之后呢 他的目的呢 就在于把这种审美的距离感呢 就是推到极致 然后呢 同时呢 也是在确立一种绘画手要关心的 这个描绘的方向 就是说 描绘这个绘画的这种方向 但是他并不是说是描绘 哎 苹果 那么我就是画苹果这个东西 把它的质感 把它的东西画出来 不是 他不是这样 他只是借苹果这个东西呢 去画画 那么他画什么呢 我翻译一下 刚刚我说的 就是太过于专业的那个词语 他更多呢 其实他画的是一些 就是画面的一种结构 怎么说呢 他主要是去研究呢 是画面的这种构成 比如说 哪个地方需要什么样大小的物件 然后需要什么样的颜色 或者说 他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放在这 比如说他在这个 我们都知道 这个地方呢 一般都是放这个主要物体的地方 那么他就需要这个东西放在这 那么他就把这个画在这个地方 他并不是说 我去画这样一个写实的瓶子 或者我去画这样一个写实的这样一个罐子 然后呢 我画这样写实的一个碟子 不是这样的 他只是为了去研究 怎么样去把这个画的画 把这个画面画的更有趣 画的更加的有味道 那么这才是他研究的方向 你可以说他研究的是构图 你可以说他研究的是整个画面的这种构成形式 是这样但是你他确实不是在研究这个苹果 怎么样把它画的写实 这个东西怎么样画的像 这个东西怎么样画的好看 这么一个东西怎么样画的让人想吃 是这样的一个一个形式 他并不是画这个 他更多画的是画面 这就是我们所要 我们看到的就是赛上他伟大的一个地方 那么这也是从他的画面形式里面的 去他所研究的方向 还有他的画面所诚信的效果呢 就对后来的这个立体主义啊 包括现代的一些绘画都影响非常的大 这也是人们为什么把它尊称为现代艺术 就是现代绘画之父 这样的一个尊称 就是非常崇高的一个尊称的来 原来来由也是这 然后我们接着往前面走 我们看第二个艺术家呢 是樊高 这点感冒了 说话的有点不太舒服 不好意思啊 那么我们接着往前面讲 我们看啊 樊高呢 我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 都都就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一个艺术家了 那么我们来看他到底 哎是怎么样厉害 或者说他到底也是怎么样做出一些 怎么样的一些贡献 我们来看 樊高呢 他是荷兰的人 就荷兰后裔面上派画家 他呢 是表现主义的先驱 表现主义 我们看德国 说到表现主义就是最厉害的 就是德国的表现主义是最厉害的 那么他呢 就深深的影响了二十世纪 就包括我们 二十世纪 还有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很多一些艺术流派呢 也对 就也从樊高这里呢 吸收了很多很多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野兽派呀 还有德国 我们看刚刚我说的表现主义的新区 还有德国表现主义 这个呢 我们会在后面呢 会讲到 这就是樊高 我们看这是他自己画的一个字画像 那么樊高呢 他呢 绘画的内容呢 他就是他画画呢 其实他也是不挑题材 什么什么东西 就更多样的东西都画 包括禁物人物 还有风里科等等 很多很多都画 但是樊高呢 他一生也过得比较的曲折 然后呢 他活着的时候也没卖出过一张画 唯一卖出具呢 就是用一张画 画了一个面包 然后进行冲击 这樊高呢 他也是比较悲惨的 然后呢 他也算是一个半路出家的一个人 他并没有 没有就他没有从小就系统的去学习这个绘画的这个技法 他呢 只是喜欢上以后呢 就开始去自己去摸索 自己去临摹 去去画一些米勒 那些大师们的一些作品 对对对对 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慢慢的摸索 但是呢 他在这个艺术的这条道路上 他就是对这个艺术呢 是非常的着迷的 而且是非常的执着的 甚至他为了这个艺术 就是牺牲掉了自己的性命 这个呢 我们一会一会在这个画里面呢 就慢慢穿上的给大家讲 那么大家看 樊高在早期画的比较出名的是还是这个 吃土豆的人 这个吃土豆的人呢 这个创作的背景呢 他是以穷人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背景 这张画呢 他是在他父亲死了以后呢 为了纪念他的父亲 然后去进行创作的一件作品 在这件作品里面呢 就是樊高他呢 用的就是这种真正的这种平民的这种模特 然后呢 用粗犷的笔触 把这种平民的这种状态 就把这种感觉给他刻画出来 然后这里面呢 锅上面你看盆子上面 圈红的地方啊 他这里呢是里面是马铃薯 然后这个呢 是冒着热气 然后家里面就只有一盏这个灯 煤油灯 然后照亮 然后每个人就开始吃这些马铃薯 吃土豆 就是樊高他本身最早的时候呢 也开始接触的最多的也是下场的这种社会的人民 然后呢 他对这种劳动者的这种贫寒的生活呀 就是非常的有感触 而且他 我刚刚前面有提到过 他受到这个米勒 米勒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农民画家 就是他也想当一个农民画家 然后在色彩上 他是用这种绿色 浅绿色 就是暗绿色 深绿色这样的一个色调 这种色调去刻画 让人感觉非常的压抑 在这些 在这个环境里面呢 就非常的压抑 人们呢 就非常过得非常的贫苦 清贫 他就是把这些背景啊 还有后面呢 他都处于这个整个阴暗的调子当中 给人以沉闷压抑的这种感觉 然后在这个画上呢 就画上这种惨白的这个白色的灯光 跟微绿的这个昏暗的进行一个对比 造成一种幽暗低沉的这种气氛 使得这种人物呢 突出这种强烈的这种光点 你看人物只要突出来了 就靠身上的这种光点 人头上的这种光点 或者衣服上的光点呢 去给它突出出来 就是这一切 就是为了就是 都刻画出 就是把这个贫苦的农民啊 都给它画活了出来 就是这个贫苦的这种家庭的这种真实的生活的场景呢 给它画出来 这是它早期所画绘画的一个方向 那么在后来呢 樊高呢 跟高跟呢 两个人呢 相处了一段时间 相处一段时间以后呢 就是高跟呢 发现接受不了樊高这种艺术 他们对于艺术的这种目的 还有对于艺术的这种感觉呢 感受呢 不一样 那么他俩就吵了一架 吵了一架以后呢 然后樊高呢 他想的可能就有点内疚 然后他俩打起来了还 最后高跟呢 就一气之下 就离开了这个樊高 因为当时是高跟在 高跟在巴黎的时候呢 是樊高邀请他到樊高的这个工作室 这一块呢 就是这个附近呢 就一块呢 给他一块进行创作 就两个人在一块进行画画 但是呢 后来 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 高跟就离开了这个樊高 那么樊高在这个时候呢 他感到自责呢 就把自己的耳朵呢 就左耳呢 给他割了下来 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两件 制画像 那这是他割完耳朵以后 自己画的制画像 这是里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 然后呢 这是樊高呢 他也算是就是为这个 艺术呢 比较疯狂的一个地方 当然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更多人 他呢 也精神上呢 也患有一些病 然后他也接受了治疗 在后来 接受治疗以后 回到巴黎以后呢 他这段时间呢 他是非常幸福的一段时间 因为在这段时间呢 解释了非常多的一些 艺术印象派的一些画家 比如说毕萨罗呀 爱尼尔啊 爱尼尔 伯纳德啊 等等等等这些人 然后呢 他画的这个呢 左边这件作品呢 是他画的叫 唐吉老爹的肖像 这个唐吉老爹是谁呢 唐吉老爹 当时是在巴黎开画来店的 一个老板 但是呢 他为了就是说 他这个人呢 非常的和蔼 而且跟这些艺术家们的 关系呢 非常的好 而且有时候呢 还无私的 去资助他们一些 颜料啊 画材啊 等等的一些东西 那么樊高呢 也是他 也是通过他呢 去认识的 这些毕萨罗 印象派的这些大家 那么呢 他的 樊高呢 也从他这里呢 也受到过他的一些恩惠 比如他送他一些颜料啊 或者一些 送他一些 画框啊 布啊 等等的一些东西 那么 樊高在这些 在这个时候 为了感谢这个唐吉老爹呢 唐吉呢 就给他 画了这样的一个肖像 在这件作品里面呢 我们看 樊高呢 还是用的是这种 比较暖的一种色调呢 去进行表现的 把这个人物的这种 就是 呃 形象呀 包括整个画面 比较 呃 暖 就是 画面比较温馨 这样的一个感觉呢 给人 他用这种暖色调 画了出来 同时也是他 一种心灵的 心头上的一种体现 然后在画面里面呢 我们还能看到 有很多一些元素 比如说 日本的胡适费 我们看 后面的这种版画 还有等等等等一些 他要的 他自己画的一些风景 还有日本的这个富士山 也都画在这里面 也这也是间接的 就是说 说明樊高 他的一些作品呢 是可以 他是从这个 日本的这些作品 这日本的这些 富士费啊 还有这种版画里面 吸取出来的一些 艺术作 就是一些艺术的一些 样式 然后自己给他作为一个 归纳一个总结 然后进行去刻画的 我们看后面 底下还有一个 其他画像是 葵等等等等 他呢 就是为了 去表现这个 感谢这个 唐吉这个人呢 给他呢 画了一个肖像的画 然后 这是他画的这个肖像的 这个作品 就是给唐吉老爹的 这个肖像的作品 那么在后来 樊高呢 还他最还有出名的 一些的作品呢 就是他的这个 向日葵系列 这个向日葵系列呢 整个向日葵系列的作品呢 如果说按照油画来说的话 他有七张 然后呢 只有六张是保存下来的 如果说不说是这个油画的话 那么他总共有十一张 这样的一个 就是画了十一张 这样的一个 向日葵的这样 题材的一些作品 他通过 这样向日葵的 这系列的作品呢 表现的是他对这种 生命的一种理解 然后呢 也同时也展示出 他自己独特的一种精神世界 因为他把每一朵花呢 我们看他把每一朵花呢 都象征的是 不同的一些事物 然后或者说 象征的一些人啊 或者象征的一些 其他的一些东西 那么他就开始 用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系列的一些作品 有时候他会画 差有十二朵 差有十三朵 等等不同一些 就数量上不同的 这些向日葵的数目呢 去进行一些表示 他自己的一些象征的 一些意义 某种意义 他这些系列的作品呢 也传递着这样的一个信息 就是说 怀着这种感恩之心呢 对待家人 就怀着善良之心呢 就对待他人 怀着坦诚之心呢 对待朋友 怀着刺诚之心呢 就是对待工作 怀着感恩之心呢 对待生活 就怀着一颗欣赏之心呢 享受艺术 然后呢 宛若眼 就是更多呢 就是眼睛呢 就像是这种 灿烂盛开的 这种象律葵一样 非常的灿烂 那么这就是梵高 他所画的这个 象律葵系列 他这个象律葵呢 其实也是 全世界比较出名的 一件画 而且卖的 就是之前 买的就非常的贵 然后呢 他收藏在 全世界各地的 各大艺术馆 当时 日本好像是 日本东京的一个 就美术馆里面呢 他呢 有收藏过一张 这样的一件作品 但是后来呢 被盗了 被盗完之后呢 他又花了非常高的一些价钱了 买了一件同样的一个象律葵子 又回去他作为一个镇馆之宝 然后右边的这个呢 是 梵高 他画了自己的烟斗 还有他的椅子 他也是非常自恋的一个人 他觉得自己能出名 或者说能 哎 卖的非常好的价钱 然后呢 他就把自己 很多很多小的细节 比如说 他还要画过他鞋子 画过他烟斗和椅子 还要画过他的床 就把这种小玩意儿呢 他也给他变成了一些刻画 就是进行了一些创作 这是他的进步这个方向 那么 他最出名的呢 就是说人们所知道的 还是这个 这个呢 叫 圣埃米的星夜 其实我们更多时候叫星空 或者说叫星月夜 因为在这件作品 画这件作品的时候呢 我们看 梵高 用这种非常短小的这种夸当笔触 这种短短点点的那种笔触 感觉像是整个天空 它是流动着的 而且每个太阳 天空上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些像太阳一样的一个星星 这么大的一个月 那个星星 他把它变形扩大 或说他画的就是太阳 然后呢 他这些大小的这些行星呢 就是悬回于这个星空当中 然后这种黄金的这个月形呢 我们看这个月亮呢 就是黄金型的 黄色跟这种蓝色呢 形成一个互对比 然后显现的非常的亮 然后在这些星云里面呢 就这种星云 然后里面呢 就用这种一些短线条的 给它绰终交达的 给它交织在一块 然后用像是整个画面 就是星夜像是在进行一个狂欢 进行在舞动 每个都有节奏的进行在律动 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 然后底下的乡村呢 我们看底下的乡村呢 反而画得非常的宁静 就给人感觉 整个乡村呢 它是一个夜晚了 非常安静了 然后整个乡村呢 都已经进入了睡眠了 这样的一种状态 就跟上面的天空呢 就跟上面的这种运动式的星空呢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差 也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对比 正好 就说也反称过来说 用 它用浩瀚的这种宇宙呢 去称托出 这个 人类的这种渺小 但是呢 它并不 这不是它主要的一个目的 它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说是传达出一种 不像这个命运低头 然后呢 不像这种命运 呃 妥协的这样的一个精神 像天空的飞的这种星云呢 像是在 就旋转的这种舞蹈 非常的薄 然后呢 然后呢 这每个呢 就像是鲜花一样 正在这个怒放 它在这个里面 这个 我们看这个树 它就像是正在燃烧的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火焰一样 但是呢 它只不过没有把它画成了 这个火焰的颜色 就是直接给它 画的是这个 绿树 绿色的这个颜色 绿树的这个颜色 同样还是用这种短线条呢 把这个树的这种律动 给它换成了 这种像是火焰一般的这种律动 就像是 剩 就是像给人感觉 像是有无穷的这种力量一样 然后呢 像火焰一样 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植物呢 在这前景 作为一个情景冲天而起 就是破 直接冲上这个星空 直接冲上上面的这个星空 这也是从泰里呢 就体现出 它不像这个命运 就军低头 这样的一个精神 同时 也是传达出 作者内心的这种苦闷 忧郁 为什么苦闷呢 因为没有人理解 它的话 没有人看上 它的话 没有人理解它 所以它又显得苦闷 显得忧郁 也表现出 就是人类在这种 忧郁 苦闷的这种情境下 就进行挣扎 进行奋斗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也给它 这样的那种感觉呢 也给它画了出来 这是它 所画的这个星空的 这样 这样的 就是这件作品 然后当然也有人说 这件作品呢 是在它 经过精神治疗以后呢 好了以后创作的一件作品 是它根据 躺在这个医院里面呢 去进行 治疗的时候 仰着天空 就是仰视着 躺在床上 看着天空 透过它的眼睛 眼睛里面有泪水 看到的天空的 颜色呢 是这样子的 那么它最后就 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创作 当然这只是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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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题外画 就是说 并不是说是 非常的准确 那么我们接着 往前面看 这件作品呢 我为什么要讲一下 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呢 是樊高 他画的最后一件作品 他在画完这件作品以后呢 就拿枪 自己自杀了 那么他的生命呢 就停在了37岁 他自己拿枪 给了自己一枪 他也是精神上 各方面呢 受到了一些压力 然后呢 就接受不住了 然后最后还是选择了自杀 就在这个麦田里面 拿枪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我们看这件作品里面 他叫金色的麦田 然后呢 里面麦田里面 黑色飞起的这个呢 是乌鸦 乌鸦呢 不管是在中国也好 在西方也好 更多象征的是一种死亡 或者象征的是 死亡的一种鸟 所以呢 从这件作品里面呢 也能 就人们也能 预示到樊高 他接下来就需要 去干什么 就所以他 也能感受到樊高 他想要自杀的这种欲望呢 在这件作品里面呢 是有一些影射的 或者是有一些表达的 因为枪响 然后呢 麦田里面的乌鸦呢 就给吓到了 然后飞起来 往远处飞去 这样的一个场景呢 他也跟 是樊高所画的是 这样的一个场景 他在画完这件作品以后呢 就自己自杀了 那么樊高呢 我们就讲到这儿 这就是樊高 那么我们接着 往下面讲高庚 高庚呢 他是樊高的 比较好的 为数不多的朋友吧 算是 但是后来两人也脑白了 刚刚前面有说过 他呢 也是法国后印象派的一个画家 雕树家 与樊高赛尚 我刚刚前面讲的两个 并称为后印象三大巨匠 就是他 然后呢 高庚他主要的成就呢 是对现代的这个艺术 就是现代的那种艺术的贡献呢 主要在理论和形式上面 还有这种对绘画的本质的信念上面 就是他所做出的一种 一种一种成就 而且他的艺术呢 他所向往的就是某种生活方式 就他艺术就是他所向往的某种生活方式 这就是高庚 高庚呢 他其实这出生的家庭呢 也算是比较富裕的一个家庭 然后呢 他的父母呢 其实他爸爸也是要求他去学习法律 但是呢 他自己呢 不喜欢 然后后来又转学了这个绘画 转学了这个艺术 走上了这个艺术的这样一个道路 然后他也是在 他结婚之后 才走上了这个艺术的这个道路了 然后我们来看 在高庚的笔下呢 他更多画的是一些 原始生活的一些场景 什么叫原始生活 就是他为了画这样的一些作品呢 他为了寻找到这样的一个艺术 一个有灵感的地方呢 他会跑到一个云史 比较原始的一个岛屿上面去进行生活 在这岛上面生活好长好长时间 然后再继续进行刻画 我们看这里面呢 画的这些作品呢 都还是具有非常原始的一些面貌的 比如说他盖的这种房子 还有里面这些原始的这些人 我们看底下的这张 非常的清楚的看到 这些人呢 他们所生活的这些岛上的这些东西呢 非常的简陋 都是靠着这个岛上 然后呢 他们的穿着都衣服 甚至他们的衣服呢 都没有太多一些衣服呢 去进行自己的一个穿戴 还是生活比较落后原始的一个状态 但是高庚呢 他就是喜欢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他认为艺术就是一种 比较让他有冲动感 比较有原始的这种一种东西的一种表达 所以他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岛屿 那么我们来看这件作品叫万福玛利亚 这件作品呢 其实看着像是 他就是这个宗教题材这种绘画 但是呢 他们的头上我们看啊 无论这个就是玛利亚还是这个圣音 这个抱的这个圣音的这个呢 是玛利亚 这个圣音是这个 然后呢 他们头上都有光环 我们之前就非常早的时候我就说过 头上有光环的呢 那就是西方里面的 就是宗教里面的 神话故事里面的人物 那么他们都具有光环 但是呢 在高庚这个地方呢 他所画的这个呢 虽然有光环啊 他更多呢 他是以当时 他在这个原始的这个岛屿上面的本地的一些居民 这些人们呢 作为一个模本 作为一个模特 或者作为一个创作的一个素材 去进行刻画的 我们看他们身上的一些衣服 文士 包括他们穿的一些穿着 还有包括地上的一些一些水果香蕉 我们看 就是他们 他这些感觉 感受呢 都是比较原始的一种 他生活的这个比较原始的这个岛呢 塔西提岛 那么这也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然后呢 是比较 就是热带风情的这种风格 就土著的这种装束 但是呢 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还能看到的一些影响 就是说 比如这衣物上面的一些文 文士 花文 装饰呢 也显现出了这种日本的木刻 和当地这种土著的这种图样的影响 这个是 哎 我们看后面这些 是当地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文样啊 或者一些图示啊 就对高庚的艺术呢 他有一些影响 那么这是他画的这个万福玛丽亚 当然高庚呢 跟樊高跟赛尚一样 他们其实他们活着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的作品呢 并没有受到非常多的人的一些追捧 或者欢迎 其实也是过得非常的拮据的 这也是高跟逃到这个 比较原始的岛屿上面的一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可能他在就是在城市里面 也生活不下去了 没钱了 那么他就会逃离 就是找到他能所生活得起的地方了 去进行创作 那么这就是哎 高跟他也想是去跑到这个岛上面呢 去进行创作的这样一个原因之一吧 然后呢 他呢 主要画绘画的类型呢 也是算是有两类 从内容上说吧 一类是这种宗教类型的这种题材绘画 还有一类呢 就是当地的这些人们呢 去生活场景的一种刻画 就主要是这两大类 然后他很多一些宗教的一些题材故事呢 他都直接是去采取当地的一些 一些比较有特赦的一些 尤其进行刻画的 比如说当地的一些人啊 还有当地的一些象征性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他们里面一些原始的一些感觉 或者原始比较原始的一些符号色彩 是这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去进行刻画的 那么高庚呢 他在后来晚期的时候呢 他画了一张非常著名的一张作品 也就是让人引起共鸣的一 就让所有人都引起共鸣的一张作品 就是这个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向何处去 整个一张画呢 就把人的一生 人类的一生呢 给他描绘了出来 我们看 从右往左看 左边躺的这个小婴儿 他呢 象征的是人类的出生 人类出生 然后中间摘苹果的这个人 我们看谁摘苹果呀 我们之前说过 亚当跟夏娃 对不对 那么在西方里面呢 就是亚当呢 他是去摘苹果的 那么这个呢 中年的这个男子呢 就象征的呢 是人类中年 成年人 这样的一个 一个场景 然后最左边的这个老 这个老人 这个老老头 这个老太太 他呢 就象征人类的死亡 那么高庚呢 在这件作品里面呢 就用这三个人物呢 就把整个 人 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给人们留下了 非常大的一个疑问 也引起人们去思考 这样的一件问题 就是说 整个作品呢 就是像我们展示了 这个人类 从出生到死亡 这个三部曲 然后画面中的 大部分这种人物的肌肤呢 都画得非常的鲜亮 我们 能够看到这些里面呢 就是说 具备非常多的 具有一些迷惑性的 一些形象呢 在这里面 能够 比如说 你看 这个 还有这些 还有这个 甚至这个 半裸的 半一些 等等等等 这些 具有迷惑性的一些形象 就能够让人感到一股 非常神秘的一种力量 然后呢 其中又蕴含在一些责理 然后引发的 我们就是对这种 人生呢 进行有深层次的一些思考 这是 高庚呢 他所绘画的这个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我们想去 我们想何处去 这件作品 高庚呢 他的故事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在这里呢 因为时间的限制呢 我们也没有再去给他 给大家第一去讲 因为高庚呢 他故事多 然后呢 也有一些 文学家呢 把他 以他作为一个模本 一个模型呢 就写了一个叫 月亮与六边事 这样的一本书 还不错 写得非常的好 这样的一本书呢 是他呢 里面的艺术家的原型啊 就是这个高庚 那么我们来看 讲完高庚之后呢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 这个后印象主义的 这个影响 其实他的这个影响呢 我刚刚在前面讲 这些艺术家也好 讲开 刚开始讲的时候呢 也讲到了 也提到了 就是他们呢 对后来现代主义呢 是有影响的非常大的 比如说赛上呢 影响的最大主要影响 还是这个立体主义 就是后来的 毕加索他们呢 对从赛上这里面 去抽离出来的 或者说从他这里 得到的启示 然后才有的立体主义 那么樊高呢 他呢 对表现主义 还有野兽派的 影响比较大 那么那个高庚呢 他就对这种原始艺术呢 原始派艺术呢 就影响的比较大 而且他对这种绘画的理念 比如说他画的那个 最后的一件作品 就是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是谁 然后我们下河处去 这样的一件作品 就跟哲学相对来挂钩的呢 他呢 这样的一件作品呢 给人们的 引发人们思考的 这样一种方式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 艺术创作的方式呢 也给后来的一些艺术家呢 提供非常多的一些 艺术创作的 这些理论方面的一些支持 还有包括一些 新型的一些手法 包括他所用的一些色彩 就是高庚的一些色彩呢 也对后来的一些 比如野兽派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派员呢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影响 那么这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个后印象 就是异象派之后出现的这些艺术形式 也是这个时期就出现的大师呢 就非常非常的多 相比之前呢 而且好像还更厉害了一些 这是这个时期所出现的艺术家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这个PPT的这个部分呢 到这里呢 我们就结束了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一会儿呢 我就会给大家进行这个 这门课的一个时操 这门课时操主要呢 画的是一个 有苹果的镜物 就像是我们要 模仿的赛唱 他所画镜物的这样的一个手法 还有他包括 也是从他说的那句话 他就是要用一个苹果 让人们幸福 或者让人们大吃一惊 让人们相信他的这些作品 是这样 那么我们这节课 这个表现就是要画什么 就是画一个有苹果的镜物 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创作形式 那么接下来呢 就我来给大家进行这个 史操部分的一个演练 好 各位老师好 今天呢 我们来到这个课的 这个实操的部分 首先我给大家 就是介绍一下 我们这节课 所用到的这个材料跟工具 我们首先呢 需要准备 几只这样的一个水粉笔 然后呢 我们这节课用到的颜料呢 是丙烯的颜料 丙烯的一个颜料 然后我会用到的纸杖 就是普通的触描纸 大小呢 就是扒开的大小 撕开裁成一半 裁成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还会用到一把 一个平头的一个刮刀 这个刮刀呢 是我们用来刮颜料用的 就是把我们的颜料呢 刮在我们这个调色盘上面 就像我现在 刮的这几个颜色一样 然后呢 把它弄出来 放在这个调色盘上面 这个调色盘呢 也是之前我们用过的 一次性可以撕掉的这个调色盘 所以我们上节课画油画用完 撕完以后呢 就可以接着用来用 画这个 然后颜料的都是笔系的 那么 还会用到铅笔跟橡皮呢 这是我们起行的时候用 还有这个纸胶带呢 我们把这个纸呢 需要表到我们的那个画板上面 就会用到这个纸胶带去表 我们还会用到一个水盘 然后呢 还有一个抹布 这个呢 是我们在画画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笔要是太湿了 刷完笔过后太湿了 我们可以用这个抹布沾一下 就吸一下这个笔上的这种水分 那么这是我们这一刻呢 所需要用到的这样的一个材料 好 那我们呢 把这个纸呢 表在我们这个画板上呢 就可以开始 就是今天的这个 就是画画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图片呢 就是选择的是这个 那个 金屋 就是带有苹果的这个金屋的 这个作品的这个图片 但是这个参考图呢 当然我们会跟那个 学习卡的那个链接一块给大家 就是发给大家 就在里面 然后呢 里面会有一些金屋的一些图片呢 供大家选择 然后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给它打出来 然后让我们孩子们呢 去选择里面的一些照片 然后去进行绘画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来示范一下 今天这节课 所画的这个金屋的这个照片 金屋的这个作品 是什么样画的 首先 我们把这个纸呢 就表好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用我们铅笔呢 开始起行了 在起行的时候呢 先先找这种 大的这种位置 先给它找出来 就比如我们要先区分出 一个桌面 一个墙面 或者说一个立面 一个平面 然后呢 再找里边的 每个物体的位置 然后先把它大致的这种构图呢 先让我们自己心里面有数 就我在让孩子们去进行画的时候 也是这样的 也是先让他们把这种最高的 最低的 物体上最低的 比如说它在哪个地方是最低的 还有它左边最宽 或者右边最宽在哪 先让他们定出来 然后呢 再在这个范围 我们找了这个所谓的 讲的构图的这个范围里面的 再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再去进行画里面的一个物体就行了 比如我们最高 我上面画的一些物体 比如说这上面呢 是最大的一个一个一个苹果 这里是一个苹果堆积起来了 然后呢 这里也也有个苹果 那么我们就先把最主要的这个物体呢 给它刻画出来 就先描出来 描完之后呢 我们再以这个作为一个参照的一个模本 一个参照物 再去找其他的 跟它有关系的这些物体 比如我要找完 先把这个画完 先快速的把这个形体呢 给它起了 好 起完之后呢 在这里底下有个参照 那么 我们再画完这个之后呢 我再以这个作为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模本 就是比如我要还 以它作为一个参照 那么上面这里 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苹果 然后它前面还有个苹果 它们具有遮挡关系 这个关系呢 也一定要跟我们孩子去讲清楚 因为这个遮挡关系呢 它体现的是一个空间 空间的这种关系 那么我们就给它讲清楚就行了 然后呢 这前面呢 还有一个 就以它作为一个参照 比如说它这个高度 跟我们所要画的这个图 它里面所比对比的这个高度 它是在哪 然后还有最高的这个 这底下 最远处的这个苹果 它的高度 跟这个 我们所画的这个主体 它的高 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呢 在这个画的时候呢 就在这样对比着 去找里面的这些 位置 然后这里还有个芒果 然后我们把桌面再给它加强一下 把碟子的这个形体呢 给它画更好一些 还有碟子它有个厚度 这边呢 还有个杯子 杯子的高度 里面装有什么东西 我们都需要看一看 然后呢 它两者之间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关系呢 我们也需要去考虑一下 哪个 哪个是在底下的 哪个是在上面的 好 然后这样我们基本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形体呢 给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构图 还有形体呢 就简单的勾勒出来 在勾勒出来 完了之后呢 在就是可以细微的 把一些形体呢 给它修一下 因为我们一会上色的时候呢 就根据这些形体呢 去进行上色 那么我们在起完之后呢 就可以找一个颜色 就这个颜色呢 可以让它们统一一下 比如我们都统一用了蓝色 去把我们所勾的形体呢 先给它画出来 就稍微勾一下 就继续在勾一边 用这个笔细 那么我们在勾的时候呢 这个颜色呢 一定要水分呢 稍多一些 让它稀释一些 然后在勾这个形体的时候呢 尽量让它勾的就是笨拙一些 然后呢 用笔就尽量 就像是没有 不像我们画高考的那种状态一样 用什么直线啊 去切啊 去怎么怎么的 没有 你就直接勾这个形体 然后呢 就把这个形呢 勾的相对来说 笨拙一些就行了 把它这个形体 它的特征 主要是 苹果的特征 比如你这个芒果 它有芒果的特征 苹果呢 有苹果的特征 就把这种特征呢 给它简单的 给它勾勒出来 就行了 也不用去像 以前我们高考学的那样 给它这样来一刀 那样来一刀 没必要 就直接就是给它勾 勾出一个 它的一个形体 轮廓就行了 因为 赛商在画这些的时候呢 他也没有把这个 像我们画高考那样 去给它一点点 给它切出来 那么我们这个画 这个镜物呢 也是从赛商手画的 那个镜物里边 去吸取一些 他手画镜物的一些技法 还有一些方法 以及他的一些表现的 一些形式 好 那么我们现在勾完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 就是画这个 先画大面积的色块 就比如我们看 我们在我们的这张作品里面呢 大面积的色块呢 主要是有背后面的这个 还有前面的这一块 桌子也好 或者说地板也好 就只有这两个 然后呢 我们先从后面开始画 这跟我们画风景的方法 也是一样的 就是从远处了 开始往前面画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是把先调整一个颜色 然后呢 调完这个色彩之后呢 就直接开始在这上面去画 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就是薄一些 然后颜色在调的时候呢 也可以不用调的太匀 尽量也可以留出一些笔触啊 还有一些激励之类的 然后一遍肯定是 不说做得非常好吧 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一遍它不一定能做到那种 非常好的那个效果 那么屏息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模仿跟油画一样 就是把这个颜色呢 做得非常的透 那么接下来我们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就可以继续在这个基础上呢 进行一个大的一个范围的一个修改 和哪些地方 我需要更白一些 那么我再调白 然后直接水稍微对多一点呢 往上画 它既能透出底下的那个颜色 它也能留住这个白 然后呢色彩呢 还进行有一定的一个变化 这是我选择这个扁析的这个原因之一 然后我们就先大面积的把这些给铺的铺了 我们先 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背景稍微处理了一下 那么我们再处理了 画完这样以后呢 我们可以先放一放 放放之后呢 我们可以开始画底下的这个 更大面积的一个 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大面积的这个桌面 然后我们在画的时候 也是先把这个颜色呢 调整到合适的这个色彩 然后呢 我们在这个上面呢 再举行去刻画 然后我们要观察 就是要看这个桌面 它每些位置的一个色彩的一个倾向 还有个变化 如果它左边的那色彩呢 是偏绿一些的 偏冷一些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面呢 就会添加一些绿色或者蓝色 让它冷下去 然后呢 它右边这边呢 就这边呢 它是偏暖一些 偏暖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呢 就添加点红色 先把它这样的一些 粽的色块的一个色彩 先给它画上了 然后呢 它里面肯定还会有一些 其他的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一会儿呢 再进行一个调整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面 然后这里面 是一个重的一个头影子 物体的影子 这里面也是 然后前面的部分 它呢 是亮一些 而且还是偏黄一些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 就加一些提白一下 就刚刚我们画后面背景的这些色彩呢 我们都可以用到这里面去 然后还有一些偏冷一些的位置 好 我们现在呢 背景跟后面前面的桌子 我们都已经画上颜色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画这个 里边的物体 比如苹果 那么在画苹果的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需要调一个颜色 调个什么颜色呢 就调一个苹果的 先调一个苹果的和这个固有的颜色 就是直接给它所有的你的平图了 比如上面这个苹果 然后颜色呢 我们就直接给它调出来 调了之后呢 就直接沿着它 我们勾的这个线 然后呢 直接给它一整个都是这个颜色 这是它的这个苹果的这个固有的颜色 像我们涂出去的一点 这个没事 我们活头 后面再用那个背景给它压过来就行了 然后在涂的时候呢 就尽量平涂它 我们先把这个苹果 这个固有的这个颜色呢 先给它简单的平涂出来 然后我们看 平涂完是用这样的一个苹果 那么这里还有两个苹果 三个 这三个呢 其实它也都还是红色的 但是呢 我们要作为一个区分的话 就是每个色彩呢 我们稍微给它让它偏向有点不一样 比如我们要右边的这个呢 颜色让它偏黄一些 就底下这个 那么我们就在里面呢 加一些我们调出来的这个黄色 然后在这里面去给它平涂 就沿着我们这个轮廓线 在画的时候我们也尽量遵循一下这个苹果的这个结构啊 也不是说整个平涂的话 也不是说整个平涂的话 就没有了方法直接平涂 它应该还可以在画的时候 就说你是这样圆弧下来的 这样的笔触 那么左边的这个呢 我们就让它偏亮红一些 然后在画的时候也是一样 根据它的这种结构的变化 我们去画 然后前面的这个呢 它分两部分 一部分呢可以稍微偏黄一些 偏黄偏绿 先把它的这个固有的颜色给它画出来 这部分我们可以让它偏黄绿 那还有一部分我们可以让它偏黄 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稍微加点红色在这里面 然后我们先给它画上 好 它们的颜色呢 我们都这几个苹果呢 我们都画上了 那么这边还有同样的道理 是直接给它涂了 然后我们芒果也是一样的 要是觉得这个笔不干净了呢 我们就可以洗洗笔 就我们准备的这个水盆呢 就用到了 还有我们的毛巾 也拿到我们前面来 这毛巾怎么用呢 这毛巾怎么用呢 就洗完笔之后 我们这个笔上肯定还有很多水 然后我们用毛巾呢 给它沾一下 那好了 我们画我们的芒果 让它颜色变黄一些 好 芒果画完我们画后面的两个苹果 还是苹果 那这两个苹果呢是绿色的 绿色的我们也是要先把它 给它这个颜色 给它调准 调出来 这两个苹果呢 一前一后 它具有遮挡关系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 就要注意 它不仅是有形体上的遮挡 那么它还应该有色彩上的一个区分 比如前面的苹果呢 它会偏暖一些 或者受到这个芒果的这个影响 那么我们就在调这个绿色的时候呢 适当的加一点点这个黄色 你看颜色瞬间它就变暖了 那么在变暖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给它涂上去了 然后也是沿压这个 把我们勾的这个边呢 尽量给它修一下 这是偏暖一点的这个 苹果 这是前面的这个 那么后面那个怎么办呢 后面那个的话 我们可以让它颜色深一些 然后又偏绿一些 可以在这个绿色的基础上呢 我们加一点一点点 再加一点点黑 然后适当的再加一点点蓝 让它整个颜色暗淡下去 给它冷下去 明白 这两个颜色的一个对比 那么它才有一前一后的这样的一个 色彩上的一个区别 我们现在看 在画的时候我们先画上去 也是一样我们先把它所有的都给它画了 好 看我们现在呢就剩这一个碟子 那么碟子也是一样我们先调一个白色 适当加一点点黄 让它偏暖一点 让它偏暖一点 所以我们整个画面呢 和后是一个暖色的一个色调 我们画的时候也是直接给它平涂了 然后这里面呢它会有这些 果子的这些投影 这种投影呢我们一会儿再接着画一遍 先把它的亮过的地方 我们先给它画一画 它还会有什么环境色啊 什么那些的 我们现在是不用去考虑 然后它底下的这个暗面 可以让它偏暖一点 加点蓝色 这样呢我们看这个碟子我们既留出了它的厚度 但是呢它的厚度要更亮一些 就是这一圈蓝色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画个小一点的笔 画个小一点的笔的 直接摆 把笔洗洗 洗干净之后给它沾干一下 直接白色 我们来直接白色直接往上画 就把这个厚度呢 先给它画上 要干一下 等它稍微颜色 让它干一干 我们在铺完这个 所有的这些主要的颜色固有色之后呢 那么我们就开始深入这些物体 所以我们先从这个水果的开始 那么在画这个水果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一段里面的一些细节 我们需要去刻画的位置 都有哪一些 然后呢 在画的过程当中呢 就进行去颜色直接往上画就行了 然后让它过度好一些 我们在这里 它会有亮一点的一个口子 我们在画的时候 里面的色彩的一些变化 我们可以给它再添加一些 然后这边色彩它偏黄一些 它不光是有红 它会偏黄一些 那我们就在这个基础上呢 给它加一下 然后上面这里的也是有偏黄一点的这个颜色出现 直接笔稍微干一点 然后直接蹭在这上面 让它成成块尽量成成块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暗一些的 更暗一点的位置 那么调个暗一点的颜色 给它画上去 然后 注意 这时候我们就该注意去修这个轮廓了 这个轮廓我们就需要去讲究一下了 这个轮廓我们就需要去讲究一下了 然后也是同样的方法 这时候调色的时候呢 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们 让他们去怎么样选择去调出一些过度色 比如说怎么样让这个颜色亮起来 这些呢我们就告诉他 他会加白或者加黄 他会把这个颜色呢提亮 那么我们在这个时候 可以适当给他 教他们几种方法 好 这样一个苹果呢 我们就先就是大致的这些细节深入呢 第一个苹果 我们给他画出来 然后呢 他还有一个反光的位置呢 是偏冷一些的 我们也给他画出来 最后 这个苹果再画完之后呢 我们再弄一个深一点的红 有深的颜色 把我们这个边缘线 轮廓线 给他处理一下 因为我们都知道 山上他画的一些作品 就是一些镜物 特别是苹果类的 那他都喜欢把这个轮廓呢 给他轮廓的 死死的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借鉴一下他画这些 苹果的这些方法 还有他的处理的一些方式 我们把这个苹果呢 给他圈了一下 然后呢 我们开始深入 继续接着深入其他的一些水 其他的苹果 比如说 左边的这个也是一样 先把他的这个苹果 长半的地方给他画一下 或者他屁股的地方呢 我们先给他画一下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呢 我们去看里面的一些色彩的变化 看里面哪些地方呢 但是偏蓝色一些 或者偏黄色一些 然后把他的这个色彩的变化 稍微 你看 就让他 为什么之前画了一遍这个红色呢 是因为我们在画这种颜色的时候 他稍微会泛上底层的一个 一个红色 让他这个黄呢 就没有显得太过于黄了 或者说太过于亮黄 他还是是两个颜色叠加以后出现了这个颜色 那么我们就 这个色彩呢 他又会更和谐一点 就没有显得那么跳 如果我们直接是在一张白纸上面去画这个黄的话 那么他可能因为底下是白的 那么他颜色出来呢 他就会更亮一些 那么我们这个画里面呢 他不需要这个色彩 更讲更多呢 所以去讲究这个物体 或者这个画面这种结构的本身 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就一定需要考虑的是这些问题 而不是在纠结这些形体啊 或者说这些颜色 是不是特别准确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在深入刻号完之后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桌品呢 其实他还是没有说太完整的 那么我们就先接着一个是勾边 还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物体的一个投影呢 我们给它稍微的画一下 在勾的时候我们得看一下哪些位置 如果稍微确定一下光源 然后看哪些位置它有投影呢 我们先把投影呢 给它画一画 然后呢在勾的时候 尽量勾稍微稍微的细一点点 然后让它 尽量让它融在这个作品里面 有我们这个芒果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偏黄一点的纵色 我们去勾它 我们用纯黑 然后呢勾的时候就沿着它的这个轮廓 我们也可以换个更细一点的这个勾线笔呢 我们去进行勾 然后我们在勾的过程当中呢 就需要细致一些了 因为这是到了最后的一步 一步就是说到时候 再还给它勾到外边去啊 或者勾得太大 线条勾得太粗 勾太粗呢 它也不好看 那么我们就稍微 细细的给它勾一下 然后呢 我们在勾其它的时候呢 就也是需要换颜色 所以我们要勾这个 那这个呢 让它偏冷一点的纵色 就是在黑色基础上呢 我们适当的加点蓝色 然后呢再去 再去刻画它这个轮廓 以及 以及它的这个投影的 纵的位置 就是投影的变化呢 也让它给它添上一些更多一些 然后还有这个地方 它的厚度 我们在画的时候 也都要注意一下 然后这里面适当再点上一些 然后这种细小的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换这种小一点的这个笔呢 这些小的细节 在录这个 我们在画这个 红色苹果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让它这个颜色 我们看一下 每个沟边的颜色都要有稍微的区别 适当的加点这种红色呢 我们再去勾这个红色的这个苹果 然后 我们看 这是刚刚第一个沟的那个 我们再稍微再勾一下 这个沟边呢 我们最好还是等所有的一块画完 然后我们再去进行勾勒吧 如果一个个勾的话 可能在勾的过程中 调了这个色 还得调那个颜色 怪麻烦的 那么我们就直接一块 所以等到一块的时候再勾吧 然后这里面 要区分出它这两个苹果 三个苹果 那么我们勾线的时候 勾线的作用呢 也可以在这里 在这个时候去给它体现出来 它是几个苹果 给它区分 然后 我看 勾的时候呢 也可以尽量不用说 把这个边就像这个样 也不用把边完全给它封死 也需要有一种这种 顿挫或者说这种粗细 这种勾边这种线条的这种变化 虽然是勾边但是也让它灵活多变多变一些 让它这个 勾的这个边呢 看起来呢 没有那么的 勾的没有那么死 我们 然后我们还有这个碟子的这个后 碟子的这个影子呢 我们可以稍微再画一样 这个部分 然后碟子的这个轮廓 我们可以稍微再勾一下 然后勾的时候顺党带出它的这个影子 然后我们来看这边 给它勾一遍 然后把它勾一遍 然后勾一下 然后勾过这个桌面跟后面的背景 我们也可以给它再勾一遍 让它这个线条呢 更直一些 或者说统一起来 把这种残缺的 给它补补 然后我们看一下 现在目前整个 完整度 还有整个效果呢 是已经出来了 然后我们之后面呢 是进行一个细微的 一个调整 然后我们看哪些位置上 它需要我们换颜色了 或者说颜色太亮了 我们进行一个细微的一个调整 比如说我现在前面这一块 色彩里面呢 黑的或者说重一些的 颜色呢不够多 显得这一块呢太亮 然后呢这个碟子呢 又是同时也是白色的 它不显怎么办 我们就调一个重一点的颜色呢 稍微给它 稍微覆盖一下 调一个重一点的棕色 暖棕色 然后让它覆盖一下 然后我们调个暖棕色 比如说这个地方 要调一个暖一点的棕色呢 给它盖一下 然后这里面我们可以适当的加上一些 然后呢 要是觉得颜色不舒服 或者加上来之后呢 它整个色调稍微变了 那我们可以 比沾点水 把你的这个棕色呢 让它运开 运开之后呢 底层 它这个颜色呢 会泛上来 这就是屏息 在画的时候呢 可以稍微做到一个 最后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进行一个最后画面 一个色调的一个统一 或者说你整个画面 太亮的地方 我不想要那么亮 我们可以让它稍微统一一下 然后包括后面一些背景 物体就不用了 就是整个桌面 然后呢 我们看 它底下的笔触啊 包括我们底下的色彩 它在这里面呢 都是能泛出来的 我们也可以用 觉得不够 那么我们还可以把它擦拭出来 比如我们不需要的地方呢 我给把这个颜色给它擦掉 然后流出一部分 那么它这个呢 就是染上一些 深颜色的一些地方 这样呢 我们现在看起来 前面整个就没有 刚刚的那么亮了 整个画呢 到这里就算是已经结束了 那么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这个纸张啊 这个纸张呢 就一定要 四周 封边 给它表起来 为什么要表起来呢 表起来 当我们接掉以后啊 它这里会留出一个白 然后白呢 这正好是像一个框 就把我们这个画 给它表起来 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么我们今天 这节课的这个实操的部分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 詞曲 李宗盛